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近世讲故事的环节,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分享晚清的宗教战争, 战河西,定关内,破教换,安慕明。 几天以前,金顺听完了徐展标的作战方案以后, 总觉得有点不妥,但是哪里不妥, 他一时之间也想不明白, 金顺这次来宿州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攻打宿州, 而是要来接管那个胆小鬼在高台躲了几年的乌鲁木齐将军乘陆手下的部队。 按照清朝的惯例,乌鲁木齐将军必须由满人来担当, 所以要替换乘陆这个窝囊废的人必须是一个满人。 可是这个时候,八旗的子弟早已经堕落得一塌糊涂, 左中堂害怕朝廷又派了一个只会滴笼子六鸟的撤垮子弟来, 误了正事,所以赶紧推荐了金顺来担任这个职务。 为什么左中堂要推荐金顺来担任这个职务呢? 前面我们介绍过,金顺这个人是八旗子弟里的一个另类, 他虽然出身于军公世家,但是由于父亲早逝,从小就家到中落, 孤儿寡母的鸡人篱下,全靠亲友施舍度日, 所以八旗子弟的那些坏习惯,他身上一个也没有染上。 后来,金顺崇军在多隆俄手下效力, 从玉米之乡的江南一时打到了赛上江南的宁夏, 从萧继孝、左领、参领一直升到了副都统, 没有任何人提血,完全是靠自己一刀一枪流血流汗, 从尸山血海中用命换来的。 而左中堂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为收复新疆而布局了, 所以他需要一个好的满族将领作为助手, 而金顺就是他看重的这个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金顺这个时候正在走卖城。 前段时间,他被调网担任乌里亚苏台将军, 驻防外蒙古,因为到任后没有按时报备这样一个小错误, 居然被免了职。 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他出身贫寒,朝中无人, 所以被人当成了软柿子,随便捏。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左中堂赶紧向朝廷推进, 让金顺担任乌鲁木齐将军,接替那个胆小如鼠的城路, 而恰好去新疆拼命也不是什么美差, 自然也就没有人和他去争。 所以左中堂终于如愿以偿, 让金顺成为了自己未来的搭档, 而金顺自然也会记得左中堂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 但是金顺到达宿州的时候还只是乌鲁木齐将军, 没有被正式任命,现在其实是一个白丁, 所以和同僚相处的时候他都尽量低调一点, 而且他这个人又重军多年, 知道军队中的规矩, 宿州城下的局面都是徐战彪率领的川军流续换来的, 所以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他不能过分的殉兵夺主, 免得会引起其他人的猜忌, 以为他要抢弓, 这是军队中最忌讳的。 况且徐战彪的这个方案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金顺只是隐隐约约的觉得他在西北打了这么多年, 知道白眼虎的特点是狡猾异常, 抓住他很不容易。 而且徐战彪和杨世俊都是以步兵为主的部队, 要是去何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部队, 指望对方坚守堡垒, 等着他们来围攻, 似乎有点异乡情愿, 但是如果现在质疑徐战彪的方案, 金顺自己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案, 再加上他又是一个满人, 而且带来的兵比徐战彪还多, 如果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建议, 而又去指责对方的方案, 这很容易让别人感觉他是在故意挑刺, 想顺势夺权, 所以抽出了半赏,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接受了徐战彪的方案, 但是回营的路上, 他越想越觉得这个方案有问题, 他强烈地预感到徐战彪和杨世俊会扑空, 城中的马文禄肯定会借机搞一点什么名堂, 所以他必须做一个预案, 以防万一, 为什么听说马归远准备投降的消息, 马战敖和马千玲还有马海燕他们听了都很郁闷呢, 因为这三个人都是以心勃勃的, 一心想要往上爬, 可是只要马归远在, 他们的上升就有一个无形的天花板, 限制了他们向上爬的空间, 由于马归远是世袭的教主, 所以马战敖无论怎么努力, 也只能是一个地区的阿红, 即使他再能干, 他也只能听命于马归远的, 谁让他是他的弟子呢, 而且马战敖其实心里也很清楚, 朝廷利用他们, 是看在老教的力量份上, 论影响力, 他和马归远不可同日而语, 一旦马归远向朝廷投降, 以后升官发财的好事, 就都是他这个教主独享, 至于马战敖自己, 无论多么努力, 朝廷也不可能给他 比马归远更高的待遇, 如果朝廷最后给了马归远 地级式待遇, 那么马战敖撑死, 也只能得到一个现处级的待遇, 一想到马归远这种平庸之才, 一辈子要骑在自己的头上, 马战敖就恨得牙痒痒, 所以最痛恨这个门幻制度的, 反而是马战敖这种人, 马海燕的想法和马战敖差不多, 至于马战敖, 他就更加的忧心忡忡, 这次西北穆斯林大叛乱中, 他扮演的角色, 在那些极端的穆斯林来看,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 一旦和平来临, 还是马归远掌权的话, 他自己肯定会受到报复, 将来马归远随便找一个借口整他, 那也是轻而易举的, 马战敖也保护不了他, 所以对他来说, 马归远一天不死, 他一天就睡不好觉, 所以必须搞死马归远, 打破门幻制度, 这就是这三个人共同的认知, 因此听到了马归远准备投降的消息, 三个人都气急败坏, 失魂落魄, 就是这个原因, 那该怎么办呢? 三个人开始了秘密商议, 最后大家商定, 无论如何, 要给马归远挖一个坑, 让他自己跳进去, 甩得粉身碎骨, 这样他们三个才会有未来, 接着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 马战敖派人去忽悠马归远, 让他杀了马永福的儿子, 断绝了投降的可能性, 一条路走到黑, 然后再找个机会干掉他, 当然, 以马归远的智商, 是无法洞悉马战敖的险恶用心的, 自从马战敖的人来了以后, 他就天天盼星星, 盼月亮的, 等着和马战敖会面, 等着他能够当面效忠于他, 顺便为他出谋划策, 理应外合, 一举歼灭尘实率领的, 进入了巡化地区的一万多清军, 终于这个时候来临了, 马战敖的人又悄悄地跑来和他会了面, 约好了一个地方, 说是要举行效忠仪式, 同时共商建立伊斯兰国的大计, 而且来人特别地叮嘱马归远, 为了保密起见, 他只要带几个主要的首领来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多带人马, 避免泄露了机密, 现在的人很坏, 不可不防, 马归远一听急忙点头称事, 表扬马战敖想得周到, 于是就跟着来人, 只带了13个主要首领屁颠屁颠的, 跑去和马战敖会面, 结果大家都猜得到, 马战敖设宴款待马归远一行, 然后在帐外暗藏兵甲, 再玩一个被玩乱了的帅杯维号, 一举擒获了马归远一行13人, 马归远到了这个时候, 被捆成了粽子以后, 终于明白了一回, 他想明白了马战敖所有的险恶用心, 于是扑口大骂, 发誓要把他的阴谋向朝廷揭发, 同时号召老教的全体教众, 拼了老命也要杀了马战敖他们几个人, 不过马战敖早就想到马归远可能做出反应, 他就来了一招更狠的, 让人用毒草训练, 把这13个人全部熏成了哑巴, 又挑掉了他们的手巾, 让他们无法输血, 然后立刻献给了陈时, 陈时闻训大喜, 不过看到这13个人的惨样, 心里又充满了疑惑, 但是想起了左中堂的叮嘱, 他也就懒得去审他们了, 得到了陈时的捷报以后, 左中堂下令, 把马归远一行押往西宁, 临池处死, 他的家里所有的成年男子, 一律斩杀殆尽, 未成年男子一律阉割为奴, 断了老教创始人马来池的血脉, 斩断了这个西北最大的宗教门幻势力, 同时左中堂还公开表彰, 马战敖他们几个的急出贡献, 给他们假观禁绝, 同时让所有的穆斯林都知道, 是他们几个把马归元出卖的, 有仗就找他们算, 很多年以后, 有好友和左中堂谈起西北往事的时候, 忍不住问左中堂, 你怎么就知道马战敖他们就一定会出卖马归元, 置马归元于死地呢? 左中堂脸须一笑, 对朋友说, 你听说过二桃杀三世吗? 春秋时代, 齐景宫帐下, 有三员大将, 公孙杰, 田开江, 谷野子, 他们战功标饼, 但因此四功而傲, 燕子为避免造成未来可能的祸害, 建议齐景宫早日将他们去除, 燕子设了一个局, 让齐景宫把三位勇士请来, 要赏赐他们三位两颗珍贵的桃子, 而三个人无法平分两颗桃子, 燕子便提出协调的办法, 三人比功劳, 功劳大的, 就可以取一颗桃, 公孙杰与天开江都新爆出他们自己的功绩, 分铁各拿了一个桃子, 这时古野子认为自己的功劳更大, 既得拔剑指责前两者, 而公孙杰与天开江听到了古野子保出自己的功劳之后, 也自觉不如, 羞愧之余便让出了桃子并自尽, 尽管如此, 古野子却对先前羞辱别人吹捧自己, 以及让别人为自己牺牲的丑态感到纠耻, 因此也拔紧自吻, 只有这样, 只靠两颗桃子并不血刃地去掉三个威胁, 左冲唐接着对他的朋友说, 西北穆斯林叛乱, 为什么每次规模都这么庞大? 很重要一点, 就是由于门幻制度下教主的权力无比之大, 可以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 所以门幻制度不除西北永无宁日, 要破门幻制度, 朝廷出手只会越搞越乱, 会把矛盾引向政府和伊斯兰教信徒之间, 只会加深冲突, 如果我们可以相加利用, 拿穆斯林信徒的控制权做逃, 让他们内部互相残杀, 那就事半功倍, 我们坐收渔翁之力就好了, 有人听了以后不由的府长叫好, 不过他想了想又问道, 你除去了一个旧的教主, 但是又添了一个新的萧雄, 难道不怕他们会趁机作乱吗? 左中堂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不会, 这些人赶了卖主求荣之事, 必然会招致教众的妒忌, 从而失去了宗教的号召力, 只能依靠朝廷给他们的权力, 才能生存, 所以以后一旦发生叛乱, 他们会比我们还几, 这样我们就可以以目之目了。 左中堂是有远见的, 但他预计的一点都不错, 马战敖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努力削弱传统教派门幻的力量, 全力镇压各种反叛力量, 干掉了很多宗教上乘的权贵, 在他死后, 他的儿子又接过了这个担子。 1895年, 清廷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以后, 按照历史的老规矩, 西北的穆斯林群体在当年的马桂园, 一个未成年的被阉割的儿子现在已经长大, 化名韩文秀的家伙率领下, 利用自己门患后代的身份, 聚集数十万的老教信徒, 趁国家危难之际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暴乱, 以时之间西北再次告急。 马战敖这时已死, 他的儿子马安良立刻就聚集了马千玲和马海燕家族, 马上主动协助董福祥参与了平叛, 他们顾忌重施, 用他老爸一样的手法诱骗叛乱分子的穆斯林头目开会, 将他们一网打尽, 其他的叛乱穆斯林由于群龙无主, 很快就坐鸟受散。 这次规模浩大的叛乱,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极小的花费就被平定, 充分地证明了左中堂的以目置目政策, 是最高效的办法。 而且接下来马安良又罗知罪名, 无中生有的把西北各个老教门患的主要首领逼得家破人亡, 趁机霸占了他们的财产, 聚集了多打四十五万两白银的财富, 彻底地扫清了所有族长在他们面前的宗教贵族。 由于在这个过程中, 他和那些传统的宗教贵族集下了血仇, 所以他只能全力地依附朝廷, 忠心耿耿, 利用中央政权给予的力量, 而不是宗教的力量, 来实现他们控制西北的野心, 最终形成了近代的马加军阀。 不管他们初衷是什么, 但是客观地来讲, 马战敖夫子对中国的西北安定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由于他们在崛起的过程中, 几乎彻底地摧毁了宗教门幻的统治权, 把伊斯兰教从一种生活目的变成了一种生活习俗, 极大地削弱了他的危害性, 所以从此以后的岁月里, 西北终于安定了下来, 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穆斯林叛乱。 不仅仅如此, 马加后代还成了维护祖国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 1913年沙俄导演外蒙独立, 随西活佛王德尼玛受到了沙俄的诱惑, 在内蒙古乌兰查部门和伊克昭盟等, 组织独立大队, 占据河套地区从事分裂活动。 马加后代继承马师前辈的特点, 小舍继谋约对方开会, 假装探讨同流合污的可能性, 结果当场擒获了王德尼玛及其心腹亲随, 解送到北京, 为内蒙古留在中国境内立下了汉马功劳。 即使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和抗日战争进行之中, 中国看起来摇摇欲坠, 但是马战敖、马千玲、马海燕后代所组成的西北军阀, 不论是日本人怎样的拉拢利又许愿他们建立伊斯兰国, 他们始终没有背弃祖国。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中央政权的认可, 而不是传统的教权。 你可以想象, 如果西北不是由左中堂扶持起来的这些人, 而是由传统的宗教势力类似于马化龙、马桂元这样的教主掌握,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 他们会立刻投靠日本建立伊斯兰国, 那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会腹背受敌, 肯定都熬不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国就已经亡了。 每当想起, 如果没有左中堂的这些贡献, 中国还能不能撑到今天, 中华民族还会不会在世界上依然存在, 都不由得让人冷汗直流。 梁济超说他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就他的历史功劳来说, 但这一条就够得上。 既然建立伊斯兰国不符合马家军阀他们的根本利益, 自然而然的, 他们就站在了中华民族的战线里, 依然决然地率领着西北穆斯林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 走上了战场和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 鞠躬治伪。 至于马家军在内战中反共的问题, 消灭了红军西路军的问题, 死守兰州给解放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的问题, 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来看, 不能因为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来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 因为当时的合法政府是国民党政府, 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了自身利益的考量之外, 也是在向中央政府效忠反过来, 也证明他们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而不再是那个一心只想着建立伊斯兰国的一己。 按照历史规律, 本来是国有难, 目必乱, 但是通过马战敖和马安良父子两代, 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把西北的传统宗教势力彻底的打散, 让西北的传统宗教势力从此依靠中央的政治权力给予的合法性, 而不是宗教传统给予的合法性才能维持统治, 终于才跳出了这个怪圈。 而左中堂的这一招妙企奠定了西北上百年的安定, 他给马战敖和马安良他们一个出头的机会, 然后又用这个桃让他们自己从内部完成了消灭教权, 回归政权的这一历史使命, 这份着实远远不是常人可以比拟的。 让我们再回到苏州城下, 川军虽然奋力抵抗, 但是在穆斯林叛军的压迫之下, 阵线已经渐渐的面临崩溃, 而就在这个时候, 白眼虎的骑兵已经出现了在他们背后,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刻, 突然斜刺里又冲出了一支马队, 从侧面呐喊着冲向了白眼虎的骑兵部队, 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阵型冲乱, 双方立刻混战在一起。 这支马队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是金顺派来的增援部队, 前面我们讲了, 金顺总觉得徐展标的安排有点问题, 所以回来以后他左思右想, 觉得明天不能贸然攻城, 只是安排了少量的大炮, 轰击敌人的防御攻势, 主力整装戴发, 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事件。 就在马文露向川军发动进攻以后, 他马上就派人去川军的阵线观察情况, 得知了马文露用土坦克突入川军阵地的消息以后, 他立刻命令马队先行步兵随后跟进, 去支援川军阵地。 结果先行的骑兵恰好和白眼虎的骑兵遭遇, 双方立刻激战到了一起, 一看到金顺军来源, 立刻川军就士气打针, 奋勇杀敌, 濒临崩溃的阵线居然奇迹般的稳住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 马文露派出了他的后备队, 一万多人从城里冲了出来, 而金顺的步兵队也在这个时候赶到了战场, 双方厮杀在了一起, 你来我往, 战斗陷入了僵局。 马文露看见这个情况, 他知道, 必须孤注一掷了, 这个时候只要再获得一点点的优势, 就可以把清军全面击溃, 于是他动员成立所有能战斗的穆斯林, 再次投入了战场。 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 马文露和白眼虎由于人数众多, 而且是短兵相接, 渐渐地占了上风, 清军被分割成集团, 各自为战, 形势渐渐地变得不妙。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白眼虎的背后有枪声大作, 一支大军再次出现, 他们是谁呢? 原来徐展标和杨世俊扑了一个空以后, 立刻反应过来, 他们中计了, 于是马上集结部队, 急行军赶往苏州城, 终于在下午十分, 他们终于出现在白眼虎的背后。 这一下, 白眼虎面临两面夹击, 他知道他的主再次抛弃了他们, 于是他立刻率领残部, 独路而逃, 奔向了家喻官方向。 马文禄在城墙上看见白眼虎的逃跑, 又看见了清军胜利军的加入, 他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今天没有机会了, 于是他命令明金收兵, 而清军则趁机追杀, 一举攻克了城外的所有防御攻势, 把马文禄死死地困在孤城之内。 这一战, 双方损失惨重, 清军提督李登志, 总兵王子龙, 都司刘芳海, 亲总李道修战子, 白眼虎的哥哥白眼龙, 关外缠回首领马六元帅也被震斩, 但是清军最终还是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清海已定, 现在左中堂决定他要亲自赶往苏州城下, 他不但带上了兵工专家赖长, 还把刘锦堂的部队, 还有陈石手下的马战敖他们也调往了苏州, 准备啃下这最后一块硬骨头。 马文禄站在城头, 看见了左中堂的帅气, 但是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他知道苏州城也就是今天的九泉, 毕竟是兵关要塞, 城坊之坚固远远超过普通城市, 想要供下来也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于是他想就此为条件和左中堂谈价钱, 于是左中堂就派马战敖和马文禄接触, 借此观察城坊的虚实, 但是马文禄这个家伙极其的狡猾, 不让马战敖进城, 只是隔着城门和他谈条件。 马文禄显然过高地顾忌了自己, 他开出的条件居然是保持自己的公务员身份, 还要给一个不小的官职, 让他带着自己的部队成建制的到关外去住房, 这显然是痴心妄想, 左中堂断然拒绝, 告诉他只能无条件投降, 但是马文禄还想凭借尖城继续顽抗下去, 于是左中堂决定发动一次总攻, 教训一下马文禄, 他命令在城的四周修建炮台, 首先打垮城防的火炮, 由炮兵专家邓增和赖长担任这个任务。 与此同时, 徐战彪和杨氏军分别在炮火的掩护下, 从两个方向完成填毫作业以后, 然后在挖掘地道, 把火药装在棺材里, 准备炸垮城墙, 其他的各军发动阳攻, 配合他们两个。 但是马文禄这边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毕竟是专业军人出身, 而且宿州城作为边关要塞, 和普通的城池完全不同, 就是为了孤军长期的驻守, 应对长期围困而修建的。 他只有三个城门, 有瓮城掩护, 而且城内还有内城, 内城和外城一样坚固, 都有大量的炮台和火炮, 虽然都是老式的火炮, 但毕竟都是杀人的戾气。 这是一场专业对专业的战斗, 双方首先开始了炮战, 这一回合中, 凭借先进的克鲁伯大炮, 左军占了上风, 光是兰州兵工厂仿制的炮弹, 准确地说是开花榴弹, 就发射了两千多发, 成功地打哑了宿州城上的 所有敌军炮火。 逼得马文露把残存的炮火 都从城上拉了下来, 然后在炮兵的掩护下, 左军开始了填壕作业, 要知道, 宿州城下的壕沟宽达十四丈, 伸两丈, 也就是四十二米宽, 接近一个标准泳池的长度, 六米深, 达到两层楼高, 不填平壕沟, 无论是挖地道, 还是架云梯, 都没办法进行。 不过作为左军, 是绝对不会架云梯的, 因为这个城根本就没法爬, 它的高度超过了三丈, 也就是九米多, 基本上有三到四层楼高, 所以这一点, 马文露也心知肚明, 左军填完壕沟以后, 下一步就是挖地道, 炸城墙了。 由于城上的火炮都被打哑, 关键地点的城墙又受到火炮的压制, 所以马文露无法阻止对方填壕沟挖地道, 这要是放在一般人, 也就局望了, 南京城当年也是又厚又高, 最后被曾国泉炸开了一个缺口, 供入城内, 因此沦陷。 现在左军同时从两个方向开始挖掘地道, 城墙被炸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按理说如果识相一点, 就应该缴械投降了吧, 可是这个家伙确实是鬼主意多, 想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居然想出了一个应对之招, 那么他的招数到底零不零呢? 时间已经到了1873年, 这一年的正月, 被围困了很久的大理城, 打开了城门, 自封为大理国苏丹的杜文秀, 向清军回民将领马县, 和云南巡抚陈玉英投降了, 不过他自知罪孽深重, 已经服了一种叫做孔雀胆的毒药, 一到了清军大营, 就一命呜呼了。 从1865年启示, 到1873年绝命, 这家伙拉上了云南五百万人的生命, 给自己垫背, 而且作为西北穆斯林大叛乱的幕后黑手, 他的罪恶更是庆竹难输,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在今天的大理石博物馆, 曾经的杜文秀元帅府, 居然还把这个分裂主义分子卖国贼, 种族大屠杀的元凶奉为英雄, 如果这样的人我们也要敬念, 那么我们又何必去指责日本人参拜, 奉着甲级战犯的晋国神社呢? 当然, 我很久没有去过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展出, 或者基调有没有变化, 如果要展出, 也应该变成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纪念馆, 用来警告后人和平的珍贵。 1873年, 中国第一次参加了世界补览会, 但不是中国人自己去的, 而是一个英国人代表的, 这一年, 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招文新报》在汉口诞生了, 创办人叫艾小梅, 不过这份报纸不太成功, 不久之后就停刊了。 这一年, 同志皇帝在去年大婚以后开始接管国务, 慈禧太后退居二线, 但是同志皇帝很快就要求修筑颐和园, 预算一千万两白银, 说是用来供养两宫皇太后, 但是真实的动机大概是嫌他的妈妈天天在耳边裤照太烦, 想把他们打发得远一点。 虽然朝臣群起反对, 认为经济条件不允许, 但是同志皇帝还是一意孤行, 这笔开支虽然是分期支付, 但是依然让朝廷的预算进一步的捉紧见走, 这也是日后触发江房和海房大辩论的一个重要诱因。 这一年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预言, 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终于在欧洲爆发了, 这事件让后来的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唯一的发展方向, 但是想想这本书最早一部分是在1867年写成的, 据今天150多年, 当时的认知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和今天相差甚远, 很多情况早已经南辕北辙, 所以要不要死抱着这个学书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最低限度至少是不能盲从。 苏州城下, 徐展标和杨世骏成功的炸垮了苏州的外城墙, 出乎意料的是马文璐并没有派人 立刻去封堵缺口, 反而任由清军涌入, 原来他这个家伙已经早就知道清军要在这两段爆破, 他就把那些残存的大炮从城头上面拉了下来, 然后部署在清军要爆破的城墙后面的安全距离, 然后他又挖了几条壕沟, 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狙击手, 等清军炸塌了城墙以后, 他让清军冲了进来, 然后近距离的用大炮轰击给清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杨世骏率领的五百名士兵突入城墙以后遭遇到炮火袭击, 全体阵亡, 徐展标率领的川军赶死队也死伤惨重, 他本人腿部中弹, 被清兵拼死救了回来, 这次攻城被击退, 于是马文露得意洋洋的再次向左中堂提出了投降条件, 而且架码越开越高, 左中堂不然大怒, 决定再次发动攻击, 就在这个时候, 马战敖向左中堂敬言, 说他上次去谈判的时候, 虽然马文露不让他进城, 但是他发现了一个细节, 守城的一个首领吃得居然是野菜窝窝头, 周围的士兵看着还咽口水, 这应该是粮食短缺的迹象, 左中堂听到了马战敖讲的这个细节以后, 立刻冷静了下来, 略加思考以后他认为可信, 于是命令暂停攻城, 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沿着城墙挖了三道封锁壕, 不让一草一木进入, 然后他又命令, 让投降的陕西穆斯林摧毁宇德延他们, 沿着城下用穆斯林听得懂的话, 日夜不停地喊, 马文露马上就要完蛋了, 跟着他的人想要活命, 赶快出城投降, 这才是唯一的生路, 借此来动摇马文露的军心。 马战敖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 马文露只是虚张声势, 他的确已经兵临断粮了, 果然围城没有多久, 城里就断了粮, 接着在左中堂心理战的攻势下, 不断有三五成群的士兵溜出城外投降。 马文露终于无计可施, 又面临着众叛亲离, 只有再次请求投降, 但是这个家伙自知死期将近, 最后时刻却穷凶极恶。 马战敖入城和他接洽投降事宜的时候, 城里还有三万多汉族民众, 但是当他最终决定出城投降的时候, 却几乎把他们所有都屠杀殆尽, 只剩下了一千一百人被安全救出。 这件事激起了清军全体将领的极大愤慨, 左中堂下令将马文露等九名最大恶极的首犯分子, 处以凌迟之行, 又公开斩首了一千五百七十三名穷凶极恶, 血债累累的叛乱暴徒。 当天晚上, 清军士兵自发入城, 杀死了残存的五千四百多名穆斯林, 仅有九百多名老弱妇孺得以幸免。 这是这场战争中又一个不幸而残酷的一天, 也是西北平乱中左中堂部下, 唯一一次公开的屠城报复。 至此, 这场惨绝人寰的穆斯林大叛乱, 在付出了一千五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之后, 终于在西北的大地上画上了一个句号。 西北的人民终于可以喘一口气, 慢慢地舔尸遍体的伤口, 忘却恐怖的回忆, 重新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之中。 为了这一天, 无数的人人志士, 巨血奋战, 埋骨在黄土高原, 都隆厄, 刘松山, 傅仙宗, 多得数不完的名字, 还有那些更多的不为人质的勇士, 他们应该永远被铭记。 左中堂如期地兑现了他的承诺, 五年平定西北穆斯林叛乱, 拿下苏州藤的时候, 比他的诺言还提前了两个月。 在这个过程中, 他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 面对着众多的大奸大恶之徒, 起起伏伏, 几次被罢官, 几次被逼到绝境, 但他都挺了过来。 左中堂因公被封为了大学士, 这个官职级别相当于前代的宰相, 但是他是在清代二百多年中, 唯一一个没有考上进士, 不是汉林的汉人被封为了这个职务, 但是他绝对对得起这份荣耀。 清朝政府为此耗费了九千万领白银, 无数的人力物力, 但是这并不是结束, 伊斯兰教给中国造成的创伤, 还远远没有结束。 白银湖逃入新疆以后, 在哈密附近击溃了当地驻守的清军, 然后投奔了阿古伯, 为他的国外主子效力, 再次开始了攻城掠地。 与此同时, 俄国人占领了伊犁, 而且准备把手伸向乌鲁木齐, 新疆的局势已经危在旦夕。 而就在这一年, 李鸿章敏锐地察觉出, 日本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 他大声地疾呼要建立海防, 设立海军。 果然, 和他预料的一样, 第二年, 日本舰队就第一次侵入了台湾, 而大清国由于没有海军, 居然束手无策。 西域是贪得无恙的北极熊, 东洋是凶狠残暴的白眼狼, 全都对鸡贫鸡弱的大清王朝虎视眈眈。 而清政府现在手头的资源有限, 钱就那么一点点去造军舰, 就没有钱去收复新疆, 去收复新疆, 就没有钱去建设海防, 到底该何去何从, 一场决定帝国命运的大辩论, 就此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